大家好,我是小影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都说十人九便秘 受到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 相信不少人都被困扰过 尤其是年纪大了 便秘更是家常便饭 影响着每天的生活和情绪 为何有如此多的人被便秘困扰 这离不开饮食 不规律 不运动 喝水少等各种问题的共同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要想长寿 就要先长寿 肠道是我们体内的免疫长城 占到我们全身免疫的70%以上 同时也容易堆积垃圾 北京协和医院陈主任讲到 肠道作为身体的免疫系统 内有细菌1000种以上 体重达1.5公斤 便秘 肠道健康会影响整体的免疫功能 便秘的危害 一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因便秘排便时需要过分用力 加大腹肌收缩 腹腔压力升高 迫使心脏收缩力加强 血压升高 有发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加重 二 加重胃肠功能紊乱 粪便在肠内存留的时间过长 毒性物质吸收 加重胃肠消化功能的负担 使胃肠功能进一步紊乱 表现为腹部胀满 食欲缺乏 口苦恶心等 三 影响大脑功能 有毒代谢物质通过血液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干扰大脑功能 出现如记忆力下降 思维迟钝 睡眠质量下降 免疫功能降低等现象 四 对情绪和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长期便秘的困扰 情绪亦急躁沮丧 对排便产生精神负担 最近有很多网友分享了自己便秘的空岛 梁大爷今年68岁 长时间喜欢喝酒吃油腻的食物 现在吃点东西就胀腹 肚子咕咕响 还经常便秘很痛苦 24岁的小燕是一个酒座族 长期受便秘影响 觉得身体越来越差 口臭严重 气色辣黄 还长了很多斑点 宝马小美肠道不通畅 脂肪垃圾堆积 导致肚子上的肉一层又一层 怎么剪都剪不下去 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医生说 大便在体内超过一天 产生36种毒素 一般成年人体内 只有1.5公斤到6.5公斤垃圾 时间长了 会破坏肠道内的菌群 引发腹胀 腹痛 腹泻 便秘等各种肠道问题 便秘有多痛苦 从蹲下那一刻起 就注定是一场硬仗 使出吃奶的力气 衣服被汗水湿透 胀的菊花生疼 还是拉不出 肚子憋得硬鼓鼓 吃什么都没胃口 无论小说还是现实生活 不少人饱受便秘折磨 杭州一位28岁的年轻小伙 用花露水平筒屁股 却不慎 钻进了职场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节职场外科 每年收治职场义务的患者 多达数十例 职场三五一时爽 拿不出来心凉凉 专家强调 切勿自行暴力通便 往职场塞入各种意味的不动操作 也有巨大风险 自行通便 一瓶花露水 害残小青年 2021年5月初 25岁的小沈捂着肚子 闯进这大医院 节职场外科 王丹阳副主任医师的门诊 她溜弯着腰 满脸的惊恐和尴尬 医生帮帮我吧 我肛门坠得疼 肚子隐隐刺痛 大便解不出 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小沈面色惨白 冷汗连连 怎么也不肯坐下 听他也吱吱呜 医生的手还没伸到 她的肚子上触诊 她自己先说 我屁股里进的东西 没法弄出来 什么东西 一瓶花露水 我捅屁股 不小心把花露水瓶 插进去了 拉不出来了 原来小沈平时 在市场上做零工 别看她年纪轻轻 却有着便秘的老毛病 还有很严重的痔疮问题 面对局部问题 她一个大男人觉得 到医院就诊 面子上过不去 就能一直拖一直拖 严重时突然痔疮膏了事 始终未能认真就医 小沈独自在杭州冷冷清清 没事喜欢喝点小酒 嘴巴小浮了 菊花却受罪 痔疮复发 还严重便秘 连续三四天 肚子胀得要命 却始终解不出大便 我听别人说 一个致便秘的土方子 就是拿造脚条 塞入肛门致便秘 之前我试过一两次有用 小沈说不知从何时起 她经常往自己的高门里 塞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 有时候是筷子 有时候是小勺 每次塞完东西 下次解大便时 也就稍微顺畅一些 至少能排出一些洋食 蛋球球一样的东西 但5月18日那天 她把家里的一个花露水瓶 塞入高门后 却再也拿不出来 一晚上过去 她尝试用拉大便的方法 把花露水瓶拉出来 却一直也没能成功 高门肿胀坠透 肚子也十分不舒服 实在扛不住了 她才一大清早就赶来这大医院 接职场外科就诊 经腹部CT检查后 王淡阳副主任医师发现 花露水瓶已经完全没入小沈的职场 并上一致以重结肠 头端达到平起的位置 紧急将她以职场义务收治如愿 以免玻璃瓶碎掉 穿透肠道 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 专家介绍 作为消化道的周末端 人体刚到长度约3-4厘米 再往上就是直长 长约15-16厘米的直长 虽然名叫直长 却并不直 还有两个弯曲 直长底区 混淫区和三个侧区 这种弯曲的结构 使得从高门深入的长条形状体 特别容易嵌短于直长拐弯处 高门扩约区就像强有力的橡皮筋 让高门平时保持在关闭状态 扩张时不过两三厘米而已 从外面进入的异物只能暂时撑开扩约机 异物一旦划入高门 扩约机就会收缩至初始状态 导致异物难以取出 更糟糕的是 插入异物后 由于患者身体紧张 异物会被扩约机挤压得更往里 如果再用其他东西去弯去取 有可能越推越深 很容易被吸到直长虎腹部 在治疗便秘时 药物和外力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还需要自己的配合 良好的生活习惯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便秘 首先要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 排便时间最好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排便时要集中注意力 其次在饮食方面 要减少使用过于精细的食物 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多喝水 最后中医认为 阳气具有推动和温氧的作用 能够增加大肠的运输能力 便秘的老年人 可以适当增加锻炼 避免久坐久卧 还可以适当做一些腹部按摩 总之便秘一定要及时就医 不能乱用痛便药物 以免给健康带来损害 医生推荐的排便小妙招 清晨节便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清晨排便最好揉揉肚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 先做一个动作 双腿曲脊 双手重叠 以肚息为中心 顺时针按揉腹部60圈 再逆时针按60圈 取床后喝一杯温开水入测 蜂蜜芝麻油 血糖正常的人 临睡时用蜂蜜一勺 芝麻油一勺搅匀 冲上温开水适量喝下 糖尿病人群积用 菠菜芝麻油 菠菜煮熟 拌上芝麻油 稍稍加点盐 晚餐空腹时先吃上一碗 既营养又滑肠通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